都是你爱的永轩 家娘娘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照看好八弟 永轩好歹是你弟 怎么下得去的手 怎么下得去手啊你 家贵妃 那么狠心啊姐 佑琪 家贵妃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指使勇气 害的永轩 家贵妃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 对王子下手算什么本事 家娘娘 这事是我的错 可不关黄额娘和额娘的事啊 家贵妃 你把话说明白了 我把话说明白了 我倒要问个清楚 为何骗就在 永轩教永轩骑马的时候 马受惊了 为何永轩受伤的时候 是永轩离得罪禁 他脱得了干系吗 永轩教永轩骑马 自然离得他最近 众目睽睽之下 他又能做什么 你是永轩的养母 你当然会偏袒他了 永轩哪有那么好心 教永轩骑马 一定是永轩故意 让马受得惊 永轩讲了永轩的宠爱不顺 而且又来害永轩 要是永轩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受不了你们 家贵妃 你既然觉得本宫 是永轩的养母会有偏思 若本宫处置这件事 你也不会安心的 至于永轩是否牵涉其中 本宫和于飞不会过问 一一交给皇上处置 三宝 奴才在 你去把今日伺候永轩的奴才 拉去盛行司审问 审问的结果不得有偏思 一一毁禀皇上 这 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 给各位主儿阿哥请安 帮阿哥如何 回娘娘 帮阿哥的腿断了 微臣已给他喂了药 也绑上了家板 这期间千万不可轻动 永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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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太医 帮阿哥年纪尚幼 容不得丝毫的偏失 必得细心地医治 别落下什么毛病了 是 微臣一定尽心尽力 你 皇后娘 阿娘 儿臣的确没有照看好八弟 但是儿臣就无有意害过八弟啊 快起来吧 阿娘自然知道 你不会做这样的事 永轻 这事交给你皇阿妈彻查 必会查到真相 不用太担心 这回八阿哥坠马 事情牵扯到吴阿哥和于妃娘娘 也有可能牵扯到皇后娘娘 皇上交代让你我去查 咱们可得尽心哪 我去马场看看 这里 这里还有这里 上上下下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一定得擦仔细喽 这谁管事啊 林大人 是奴才大臣 生了八个那个畜生呢 拴在马房里了 没有旨意啊 不敢收拾他 你们几个 去看看那匹马 小顺子 来了 带他们到马房里头瞧瞧 喳 马安和佩桃呢 奴才把马安给卸了 就在这里 林大人 这就是那天伤了巴阿哥的 那匹马的马鞍子 你去吧 老娘 我疼 我好疼 儿子再忍忍 过些点就好了 主儿 药我好了 来儿子 把药喝了 这药好苦 老娘 我不想喝了 好儿子 这是蓄骨的汤药 你只有喝了这个药才能好起来 啊 微臣请皇后娘娘安 起来吧 皇后娘娘怎么来了 本宫给永璇熬了一些蓄骨的骨头汤 希望永璇能快快好起来 把这放了 我ful的放了 你 acho 帅上 我不愿意 吃点 将军意 不词 你吃点 给�东宫 我咱们饿了 把事情都肯定了 怎样 你呢 有事情 把事情都要好 你身体 给你吃点 给你吃点 她儿子害了我的儿子 就想这么躲一辈子 于妃在安华殿 被永玄欺负 是欺负还是诅咒 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家卫妃 本宫知道你心疼孩子 所以格外包容你的言语 但是事情还未查明之前 你不准再污蔑旁人 皇后娘娘说什么 我听着就是了 只是永玄这儿 以后有皇上来看就够了 皇后娘娘不必再来了 来儿子 把剩下的汤要喝了 咱们的病赶快好起来 省着让坏人见了高兴 这家贵妃 防您防得跟什么似的 又不是您让把阿哥追马的 家贵妃忌惮咚勇齐 自然也就连带着忌惮本宫了 不过永玄也是可怜 她的腿上要想好拳了 怕也难 奴才 给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查得如何 慎刑司把能用的刑罚都用上了 确实吐不出什么来 想来是伺候的安达不够用心 没有照顾好八个 至于如何责罚 还请皇上和皇后娘娘示下 你们就去仔细查清楚 回禀皇上 是 是 林大人 这一步说好 是 请 李公公 有什么话您但说无妨 听林大人方才的语气 可是在马房里有所发现 否则您断不会如此就下了节语 不瞒李公公 不瞒李公公 我在马鞍子里 发现了这个 拿马鞍子做文章 是啊 这个银针是藏在皮子底下的 人坐在马上久了 银针便会扎破皮子 扎到马背上 这马一吃了疼 便发了性子 要是查起来 又查不到伤痕 所以 这件事做得非常隐蔽 八阿哥身为皇子 谁敢轻易谋害 林大人以为是 李公公以为是 我倒是猜不到是谁 我只是在想 这件事情跟五阿哥有关 五阿哥要洗不掉嫌疑的话 鱼主就会受牵连 到时候皇后娘娘 也会惹她一身无水 是啊 李公公在皇上身边多年 思虑周全 此事的想法 在下与李公公一样 这无论如何 不能将皇后娘娘 牵涉到此事里来 再说了 人生在世 难免会有一些 非来横祸不适 那是 皇上交代林大人彻查 林大人查到是什么 那我查到的也是什么 绝对跟林大人一样 这皇恩好大 又何必再查下去 伤了圣上的心呢 就是 再说了 家贵妃什么性子 没必要为了她 去得罪对咱们有过恩惠的人 这皇宫里的事 逃成不轻 越差麻烦越多 我看这事 就这么着了 谁都无事 皇儿怎么还不睡啊 朕惦记永旋的伤势 这么小一个孩子 腿就废了 也是可怜 是啊 当时 五阿哥就在八阿哥身边 也不多看顾这些 那些暗大侍卫更是无用 林云车和李渔去查了 这匹马 不曾完全地 训养温顺 才会掀了永旋下马 也是意外 但愿真是意外吧 怎么这么说 臣妾也是听仙人们胡说的 说我阿哥和四阿哥本身就不睦 所以在马场上对八阿哥照顾不周 故意让八阿哥落马受伤的 这种话 也只有家贵妇会听进去吧 永旗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 朕心里明白得很 永成对他不有爱 永旗也不曾跟朕抱怨过 这孩子这么温厚 还要受人非议 朕实在不忍 好了 臣妾都已经说了 是仙人们胡说的 皇上别忘心里去 对 倒是 这家贵妃心思多 会不会是她使了苦肉计 故意把八阿哥当法子 去陷害吴阿哥 这样 她的四阿哥就有机会了 伤了一个孩子 换来另一个孩子的前程 家贵妃未必做不出来呀 休得妄议 是